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邀请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媒体人蔡玉珍 是 阿关好 大家好 昨天排一号的 股东 邀请到法务部咨询专家顾问乌鑫 观众大家好 好 以及欧姆头部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谢晨彦 阿关好 大家好 好 刚刚带您来看这一场 各界瞩目的股东会 竟然是史上第一次在股东会一开完之后 马上股价被裂弱全额胶个股 一裂全额胶个股之后 在今天立马打到跌停板 而且有超过一万张的伪卖 卖不出去 好 昨天正义最大的是 大同到底能不能删除这些 股东的投票权呢 而且一删删了这么多 经管会所要查 我们不知道查的结果是什么 但大同的说法是 因为有五成 超过五成的股东 没有依法申报 所以才不能行使表决权 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但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个大惊奇是 昨天才刚选上的董事陈守皇 一选上之后 他就说我不干了 这是史上最短命董事 好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注 这一场各界都非常关心的大同股东卫 因为它是台湾少数的百年企业 想不到不如这样 今天你是不是去抗议了 我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我就到政棋局去抗议 你去抗议什么 最主要的是因为 昨天在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大同就去做了重大说明 所以我们看到说 因为他重大说明没有厘清 就直接打入权额交割 打入权额交割 这代表我们的证交所印起来 你为什么去抗议 不是 这是错的 因为打入权额交割 对林郭来讲 这个是郑重下怀 是他要的 一个做错事情的人 结果你做的行政处分是 给他一个大大的奖赏 这是他要的 等一下 打入权额交割 怎么会是给了林郭的奖赏呢 因为林郭根本 你知道今天整个这样子一个跌停 高挂一万多张的卖单 那今天市场上大同的股价 市值就蒸发了49亿 这49亿是谁亏你知道吗 对他来说他小额科 因为被他删掉的是 50%以上的股东 所以这些被他删掉的这些人 今天就赔掉超过25亿 我懂了 他要让市场派手上的持股 在今天立马就蒸发掉49亿市值 对 除了大股东之外 其他的这些小股东 像我们中股民没事 因为你林郭做的一些 错误违法的股东会的这个作为 然后大家跟着去受害 那你行政机关做的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做停止交易 不是全额交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属于重大事项 股东常会 这个股东常会的违法事项 他应该做的叫做停止交易 你做的这个全额交割 是打下去之后呢 虽然从股价来看 今天倒到跌停板 绝对是所有的大同股东都受害 不管你是公司派 你是市场派 还是一般的散户小股东 通通受害 问题是林郭自己也受害 你也不能说是给他奖赏 他自己手上也一定有股份 没有 他的股票非常少 我们看一下林郭的手上的股票 其实他选任当董事长的时候 他是一万六千多张 那后来他在这个去年 这是他选任的时候 他有一万六千多张 目前持股是14004 对 他被砍掉两千张 被砍完两千张之后 结果他现在还有拿去直押 直押了9931张 所以对林郭来说 他手上只有四千张 那今天对他来说 对不起 这四千张一张即使两千块的话 那对他来说真的是小额科 那该赔的其他你说 那我知道市场派伤比较大 因为市场派手上的食物比较多 你赔了大同大学的他会不会痛 不会痛 那大同职工会不会痛 不会痛 也是大同员工在痛 大同大学大家共有的这个在痛 然后其他的大股东在痛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种小股东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 这个行政处分是 让小股东觉得说 今天你是林郭做错事 然后小股东买单 小股东接受惩罚 这哪对啊 所以我当然要去抗议 好 刚刚我们有谈到 打入全额交割股 其实是全民受害 应该是说所有的小股东 所有的散户都受害 这样的例子 其实过去在南港身上 血泪斑斑 是的 在民国84年的时候 那国风新业 也就是林学府 这个代表人物 去投资这个南港轮胎 要入主南港轮胎 结果南港轮胎本来是董监事的任期是民国84年4月28号任期就届满 但是他就借故拖延到12月28号才去改选 那当时的主管机关认为这个延迟是错误的 那就限期他改选 可是期限到了 他还是不理你 不理你就把他打入全额交割股 打入全额交割股受害的是股东 所以当时南港也曾经因为经营权之争被打入全额交割股 是的 所以那时候因为打入全额交割股 这样子的一个处置不当 造成当时的政管会主委陈述 为了这次这件事情负责下台 所以这一次又再度把大同打入全额交割股 这是一个对的处分吗 真的惩罚到公司吗 我们回来看到底政府可以做什么 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 对 其实我们现在就说怕政府你做的处分是错误的 然后是错误了之后又给一个违法 然后整个股东会 整个从头到尾都违法乱纪的林国文宴 你是郑重下怀 这是他要的 所以第一个是说 其实经管会你的态度要很强硬 包括提到说之前的金鼎正的案子 那人家陈冲就可以用很强硬的态度 及时来改变 那你现在不能说 OK 那我就让你30日内 比如说你这个30日内 然后一公司法 然后向这个法院诉请撤销 好 这里经济部说30日内 那这个的话就 一公司法规定向法院诉请撤销 对 其实这个是非常缓不济及的 因为其实投保在昨天 也做出明确的表态 那其实投保本身是 可以依照股东的这个诉求 我相信被害的这些股东 其实甚至被剥夺股东权的这些人 其实也有提出来了 那提出来了之后呢 那他就应该要对 第一个包括我们讲的封存股票 封存选票 因为昨天在现场的时候 你喊破头 声音整个都喊破了 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冲出去 那个四道五道围墙 然后去封存那个股票 就是有执行权的人在哪里 没有 那没有的话这谁该做的 这个是金管会该做的 不能够照林郭讲的说 我这不是民事纠纷 我没民事纠纷慢慢打就好了 台湾又不是没有法律 这个林郭已经站到你头上了 把所有的权力都把你剥夺了 包括什么 包括股东是不是中资 他呢 他提出很多的诉讼 结果你知道吗 法院通通把停期排在7月份以后 也就是说 连法官都知道 我这次不站在你股东经营权的立场 去帮你背书 那结果林郭说法院不帮我背书 我自己来 我自己决定 所以我昨天讲的 拎作欧骂说你是中资就是中资 说你没有投票权就没有投票权 全台湾全世界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 这个上市公司是违法恶劣 做到了极点 所以昨天立刻宣布 被解除了谷物自办 因为他每年谷物自办 他都这样搞 搞到无法无天 今天晚上6点钟证交所为此 因为你今天去抗议了嘛 所以为此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仍然维持原意 也就是仍然维持大同列入 全额交割股没有改变 不过我们也来看 昨天的股东会现场 投保中心不断的想要表达说 删除股东的投票权 这是违法的 但是几次都不让他发言 我们也来听投保中心的说法 请按投保发言 请投保中心在这里再次表达 公司不能够任意 我没有理由剥夺股东的投票权 再次表示违益 请公司改善 投保再次表示违益 请请用选举票 请主席记录投保发言 投保时间至11点10期间为止 请把握投票时间 好 首先呢 我们要针对今天事情表示因应 第一个是本市股东会公司以防疫为由 限制法人的带领的处置有两个 这跟公司法的规定 以及公司的一式规则 是一条不符合 也不是防疫助益虚实的一个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没有全力进行这样的限制 那这样其实也能防止侵犯股东的权益 我们表示 请求列入记录 并请求公司凭此这样的限制 那第二个我们认为 公司这个针对这个股东会 是一年一度股东能够行使权力的时间 公司应该提供适当的场合 适当的地点 适当的座位给股东 来充分的表示意见行使成立 我们也表示意义 请求列入记录 第三个 有关于说部分的这个投票权 好像有受到限制 那如果公司有限制 这个股东的投票权 没有正当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也违法不合 严重侵犯股东权益 投保中心在此也表示意义 请求列入记录 并请求公司迅速改正 乌兴投保中心已经在现场说 不可以删除股东的投票权 这应该由主管机关来认定 我看他刚刚讲得非常清楚 那在现场是林郭完全不鸟他吗 是 因为林郭文院 投保中心也是主管机关 林郭文院在整个的会议当中 只要他不喜欢听的都不回应 他喜欢听的马上就回应 所以他动作没听到就对了 对 那可以删除股东的投票权吗 投保中心已经说不可以了吗 这个是违法乱纪 因为他三年前就违法删除 所有的股东的提名权 所以已经用过这一招了吗 三年前就用过了 那个是提名权 提名权 三年前提名权 然后他说你不爽你就去提告 所以三年后的诉讼 一审二审都判林郭败诉 但是还没有三审叮宴 那你呢 乌萨尼啊 乌萨尼 那乌萨尼那个董事都做了 任期都结束了 都做了 他一样今年他们的律师也就讲 你觉得我删除你的股东权 你不爽去提诉论 你去提诉讼再拖三年 那最离谱最离谱的就是经济部 因为去年108年8月18号 市场派就是以3%去说我肃请 说大同违法我要肃请 我要自行召集这个股东临时会 然后拖了8个月 到了今年4月 然后回复市场派说 没有正当性跟急迫性的理由是什么 大同三年前纵然有违法 但是只是一审二审还没有三审定院 所以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违法 所以我就驳回你的这个领古会的召集权 所以打官司打的是这个董事呢 他们的董事违法 问题是等到判下来他董事违法 这些违法董事已经做完董事了 这件事蛮荒谬的 不 台湾的手法就是这样 尤其民主的 那你打了三年五年 等到打得好的时候 你拿到那一张的胜诉又怎样 实在义的正义不是正义了 对啊 说不定人家人生的 小孩大人了 不然你一片都要订阅四年 对啊 这次这是上次董事嘛 那这一次删除股东的投票圈 再去打官司 再去打他打 再拖三四年要不要说 绝对是拖三四年 所以现在公司来讲 他一定是以拖代变 那以拖代变 好了 你去打了 你去打 因为台湾的民事很简单 整个监察官你去看 监察官到书来看 整个桌子上都搭两三搭 那真的 床民党那些 如果他抽到某核 等到外人的时候也没摸到 所以说你不用坚持 绝对没选到 既然没选到我就好好做了 这是大同现在公司的政策 我就这些人听得好 我既然敢翻炒腰却走 我既然敢那个弘渡关山 我就不怕你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我站在主场 我有主场的优势 你们只是客场而已 所以强容不压地头舍 好 那老百姓怎么办 散户好可怜 回到股价 因为刚刚郁珍也说 这等于是在惩罚散户 惩罚小股东 因为今天一开盘打到跌停之后 违卖张数超过万张 没办法卖掉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主管机关说 我为了要保护投资人的权利 竟然是把它列为全额交割 那怎么会是保护他的权利呢 现在大家会别别理自己 不是 我就为了要保护阿冠林的权利 因为我因为他们公司 两派在争 我怕你受伤 所以我暂时就是要买卖的人 要全额交割 结果大家看到 他这个逻辑是保护 还没有买卖的人 你如果要来买 你要全额交割 那你就想看看 你敢买 问题是已经买的人 他有保护 没办法 因为他怎么 他坐在车上的人有保护 其实他这个全额交割意思 就是说你卖去买 卖去买 里面的人就跑不出去 里面的人跑不出去 里面跑不出去 现在不是只有我们本土的跑不出来 四%的瓦子也跑不出来 他现在瓦子起到要死了 因为他说 他现在这次四%瓦子说你没有投票权了 瓦子说我记我没有投票权 我投资你干嘛 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会很坏 我们回想一下 今年有一个最快的 有讯 记不记得 有讯那时候是不是很怪吗 经济部不给他登记 后来就推给政管会 政经会说没有 那经济部你的职权 后来两个人讲好了 马上就给他登记 后来他们马上召开临时董事会 马上改选 李宗旺不是马上当有讯的董事长吗 好 还是有讯 那现在大同 这次大同呢 大同现在就 起码就跨你主管机关你有没有那格子 你如果是维法的话 那你是读法律了你知道 读书 读国理论 那你这样的话 你懂监事就是维法董事会 维法董事 现在市场派 第一个就申请假属分 第一个假属分禁止你们这些维法的董事 行使董事权利 然后再打民事官司 然后如果主管机关同意的话 那你就召开临时股东会 就主场换人 有你召开的 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选新的董事 所以这个时候在车上的 也别想该怎么办 也不能怎么办 对 因为可能每天都跌停 那应该要停止交易 暂停交易 怎么会是全额交割 好 那我们回来谈外资 因为这一次被删除投票权里头 有非常多外资 对 他们说他是中资 所以删掉投票权 他们是中资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 这个有八个外资的这个帐簿 然后被删掉 其实本来在股东会的前一个晚上 他本来发布说 就是这些外资 大概20.5%的这个外资 好 就是这些吗 对 那可是后来他扩大 这里头包括罗德 三一 金电 我 对 那个是国内的 那是王光祥 那是王光祥的 那是王光祥的 那这个是最右边的 这个是外资 这些是外资 对 那他就扩大说 除了外资之外 那你王光祥的 还有其他的 这些也被删掉了 对 还有所谓的 企业并购法 你超过10% 没有这个投票权 没有事先申报 那我们很多人都在问 包括这个外资 第一个就说 你们很奇怪 我过去历年来 都有参加股东会 也都有投票权 这一次你宁国自己认为 没有就没有 那你损害我的权益 难道台湾的主管机关 都不讲话吗 那主管机关昨天有讲说 三亚禁电跟罗德 其实早就有申报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 企业并购法的这个问题 三亚禁电罗德 早就有申报 那就是合法的投资人 合法的股东 是可以投票的 那所以这个 那为什么昨天可以被删掉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 离国怀查立造违法的地方 那这样子怀查立造 他竟然说这是私权 私权你们自己去打民事官司 那就跟三年前的这个董事会 那他就是希望你打官司 可是这个是错的 因为他把整个我们主管机关 金管会的职权都拿来做 然后我们主管机关还说 难道能够吞下来说 这你们去打私权不可能 所以你知道国内曾经在之前 也有类似就是过半的股权被拿掉 那被拿掉之后 哪一家 其实是要看主管机关的作为 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 陈聪当这个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有一家就是金鼎证券的一个 金鼎证券 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 金鼎证那个时候 其实市场派 这个开发金市场派这边 买了过半 那买了过半之后 所有的股权也是一样 金鼎证说都不算 我都给你封存删除 结果当时的金管会主委陈聪 他是直接要求检察官 是要求检察官出面 所以林郭这个事情 应该是要检察官出面 把昨天的股票封存 那封存之后 再重新的指派临时管理人 那指派临时管理人的期间 不能够用全额交割股 来伤害 来修理股东 因为大家知道吗 林郭在前年的 这个华应重整 然后绿能债务协商 他有一种叫做 火烧圆明远的毁灭性的性格 所以我才说 这种是郑重下怀 是他要的 他做错事 做违法的事 你还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 这怎么对呢 这应该要像金鼎证的模式 你要拿出魄力 就是封存 因为昨天在现场 那个投保 有没有 投保不是讲话了吗 林郭根本不理他 他在严重没有主管机关 所以应该谁介入 应该金管会主委要求检察官 介入用最快的速度 恢复股东的投票权 以及股东该有的权益 好 我们来听 在昨天大家问他 你怎么可以删除投票权呢 林郭怎么说 你到底为什么可以向成果报程 你是依据什么方式 谁进回答 你不是说你会回答 不许你吗 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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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还有一个塑胶板是不是 对 一个压克力板 对 然后这个股东跟林郭的距离 中间有八道黑衣人的人墙 八道黑衣人的人墙 再加上三道义士组的桌椅 三四道义士组的桌椅 再加上一道压克力的隔板 所以股东跟林郭的距离 大概有超过二三十公尺 中间很棒的塑胶隔板 大家怕人家丢鞋 破水 这个就是他自办谷物 他的这个作为 自办谷物他一直都这样 所以他的自办谷物已经被拿掉了 好 来 吴欣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要求 主管机关要硬起来 是 因为昨天的这个股东会 就是违法删除所有的 市场派的一个投票权 所以这样子选出来的董监事 照理说 就像憲哥所说 读书读国理论 应该是不合法的 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还让他们登记吗 那不合法 我们真的要要求 经济部要硬起来 也就是不准他是登记的 那也不准他登记 也就是说 那你就是董事 已经任期满三年了 那今年选不出来 那就是你为依法 依法改选 所以 其实 政情局就是金管会 可以依照证券交易法的规定 限期他再改选 那公司就会有一段时间空窗 没人灌 没有 他可以马上 政情局可以马上限期他改选 然后如果 改选前可以指定临时管理人 可以 如果你限期期限到了 你不改选 那你原来的这些董监事 也就是自然解论 那也就是说 两件事情 主管金管要印起来 第一个 经济部应该不准他 登记这些 違法当选的这些董事 第二个 金管会要赶快限期他 立即改选 那在还没有立即改选之前 就是 要派 临时管理人 好 所以 到底 大同股东会之后 会出现什么样 新的戏剧性转折 就看主管机关怎么做 好 紧接着我们回到 盘面 IC设计非常强劲 特别是艾浦的股价狂飙 竟然三个月也是大惊奇 大涨了3.6倍 遭影射标股背后的炒手 是黄崇仁 但黄崇仁说他要提告 到底是不是黄崇仁在炒艾浦 我们搞不清楚 但他是艾浦的股东 这是确定的 对 这个艾浦 西字彩的大厂 短短三个月 涨了360% 诉求今年由盔转银 跟台积电合作加上股本效 一度创下了500块 这是挂牌的新高 但是大家都奇怪 西字彩 没错 这一波都很飙 但是对比同业 比如说四星KY M341 今年要赚一个资本额的 人家三个月也没有涨那么多 所以网路就开始流传 大股东 黄崇仁炒股 他还引用了去查一下十大的这些 外资券商的户头 然后这个表上就是艾浦千张 以上的大股东 黄崇仁目前大概4000张 所以我们看到他确实是股东了 对 黄崇仁持股张数至少查得到的 持股张数是40000一张 占持股比例5.41% 所以外界才会盛传是他在炒作 对 炒作 而且还有指证 叫检方去查一下大股东以外 外资的户头 就是利用外资的户头去炒作 当然黄崇仁就很生气 因为这个传出来以后 他过去三天当中有两天的跌停满 跌停满了以后黄崇仁说 我要提供 这个加重毁谤 但是黄崇仁真的是酒蜜怪貌厉害 把债都还完 都还完了 所以这个人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利害 那是人的本事 好 我们看一下遇到谁 贾博士 2013年的时候 这个贾博士说 我要做那个面板的气动IC 用在这个iPhone 就找找找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代工厂愿意做 即便是台积电 技术那么厉害 台积电说 我只能用8寸厂 我不要用12寸厂来做 但是贾博士就要求12寸厂 好 利金去做 利金做了以后 这个贾博士还不放心 这家公司会不会随时都倒 所以苹果就盯很紧 把利金盯很紧 天天这样盯盯盯盯 最后赚了钱 赚了钱以后他就有钱了 所以把那个债 一千多亿的债 就把它还完了 但是黄崇仁就回想 你不要看贾博士 是我这个大恩人 十几年前 我也因为贾博士差点破产 为什么 在1997年的时候 苹果把这个 香楼麦金塔的一个技术把它回收 让利金旗下的这个利捷公司 差点倒闭 业绩就少了一半了 所以成也贾博士 败也贾博士 然后黄崇仁就跟贾博士抗议说 你这样违约 那贾博士竟然回答一下 这个技术只有我们苹果可以用 你要告我你就去告吧 你知道吗 所以啊 黄崇仁就说 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跟朋友 这些爱博狂飙到底背后 是不是黄崇仁 我们不知道画一个问号 当然各界揣测纷纷 但其实不仅只是爱博 IC设计最近都很飙 好 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年轻人注意 假如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台湾一定要在什么行业上办 IC设计 这是2019年中位数员工 就一般员工 不是主管 一般员工的薪资 就说是已经把主管的薪水排除掉了 我们应该以为说台积任 我刚才台积任第一张都还没有 我们以为红矮 红矮也没在这个地方 好 排除掉主管的 员工薪资中位数最高的 竟然是IC设计 对 莲勇 239.8万 而且我告诉你 前10名有6家是IC设计 前20名有14家是IC设计 好 我们来看联发客也是IC设计 对 原相也是 洋志也是 群演也是 睿意也是 创意也是 都是在IC设计 所以IC设计薪水高 所以今天这个盘面立刻 IC设计 你看 艾埔今天是反弹 但你看 洋志就涨停板了 金星科 这一些是IC 预创也是IC设计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几檔股票 洋志老实讲去年亏 第一季也亏 但是因为二十几块 但是我觉得他员工薪水高 我也觉得有点这一个不能理解 但立刻工商的这个涨停 大家注意一下 最好一家公司是员工跟股东都双赢 是 不可以公司了解 员工拿很多 这也不太合理 但是也许就是联花科入主了这家公司 所以充满了机会 但是我觉得是盘面会钟摆效应 钟摆 艾埔这个事情 不知道真假 但是现在正常人 不会跳进去 躺这个浑水 又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以后来查 我刚才买 来解释一下 所以大家会怕 所以钟摆会摆到什么 比较稳的IC设计 不是那种诉求什么转机 比较没有争议的 对 我们来看几个 第一个 比如说面板的驱动IC里面 刚才讲的联勇 其实联勇 今年EPS可以赚到16块 本益比 不要以为它现在200多块 本益比其实只有15倍 员工薪水很高 对 它比较稳 比较稳 或者像8081的智芯 今年EPS10块 本益比也大概只有16倍 也比较武文 可能未来会摆到这边 或2379的锐益 今年EPS15块 那本益比稍微高一点 但是也差不多 差不多在20倍左右 假如回檔了以后 这个股价就比较 是一个买点 好 蔡总帮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在今天指数的位置是 今天这一盘 本来有点压力 上了11700点之后 压下来 但尾盘拉起来 占上了11700点 但今天亚洲股市 大部分日本南韩都跌了 因为美国可能 今天晚上会修正 马上要放假 就会报告出来 所以未来的两天 应该会出现震荡的一个情况 短线的压力 好 要小心 短线压力有可能 在这两天出现 我们回来看 《港版国安法》 在今天凌晨通过了 凌晨通过之后 最高刑罚 有可能到无期徒刑这么高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 其实表面上是因为 反送中风潮 所以定了一个港版国安法 但实际上是因为 反送中的背后 中国一直怀疑 就是美国中情局在搞鬼 所以希望 港版国安法过了之后 能够把CIA在港的基地给赶出去 对 那其实从反送中的很多的 中方收集的录音 以及影片里面 他们都发现 反送中的现场里面 都有教练 就像我们那个球场里面 有一个教练一样 而且那个教练呢 不是美国人 就是英国人 那个教练就会指导 你负责什么任务 你负责什么任务 甚至还有所谓后勤补给 比如阿冠你是冲第一线的 赶快贴口罩给你 整个联盟起来了 赶快贴钢盔给你 这样中间是一个 非常有任务分组的一个 有秩序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说 原来的反送中 基本上不是港人在反送中 是美国人在后面 因为一直在这个现场里面 都有CIA的影子 CIA就是中央情报局 但是这是中方的说法 老美不这么说 老美说 这明明就是港人自己出来 自主性的反弹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乱乱 当然中方也有他的一个 有所本 因为从金流就可以发现 因为中央情报局 在香港设立一个 叫美国国家这个基金会 从这个基金会里面 有很多资金的流向 是流向什么 流向民政 流向一些个人的户头里面 所以你从金流 以及从甚至他们偷偷录的 一个影带里面发现 他们去反送中以后 他回去他可以领钱 那这些里面也有人证 也有物证 所以对中国来讲 你香港本来就是一个 全世界的情报的枢纽 交换的枢纽 那这一次 香港是全世界情报交换枢纽 我们都一直认为他是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 那其实他是全世界的一个 情报中心 以及交换 交换情报的枢纽 那我今天就是把你赶出去 那最主要他有几个有所本 比如说2013年 有一个叫史诺登的这一个人 这个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 那退休以后他就跑到香港 跑到香港以后他就接受访问 接受访问以后他无意中 就泄漏出来说我跟你讲 接着我们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基地 就设在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里面 不然的话 香港领事馆怎么会300多个人 是亚洲最大的领事馆 开玩笑 所以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里头 其实暗藏了CIA的情报中心 对 因为这句话 看出来也有细 他是接受英国卫报的一个访问 一看出来以后才会 你怎么可以 你是以前我的顾问 你怎么可以泄漏这种东西 当然你不泄漏人家也是怀疑 那你泄漏从你嘴巴讲出来就不行 结果有16名的中央情报局的人 追杀这个史诺登 结果被4名的中国的特警 保护他的人 就把那16个人击毙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件事就是危机解密以后 才发现到CIA在香港 他有对特殊人士 他负有保护的责任 那香港民主党的一个议员 你说美国CIA在香港 他的特殊任务是要去保护特定人 对 之一 他的任务之一 就有一些特殊人士 你要保护他 对不对 比如说反对党的 你要保护他 那香港的民主党的一个议员 叫土景森 那他每天都要去上班 突然发现 每天怎么都有两台 后面两台车在跟踪 那跟踪跟踪跟踪 他后来就跟警方报案 警方报案以后 当然就直接又跟CIA报案 那一报案以后 马上就解决了 第二天警察就来帮他了 然后就把后面那两台车轮下来 又发现原来是中国的特务在跟踪他 所以CIA在香港他的任务有很多 还保护特定人 2018年的元月15号 那2018年元月15号 有一个香港的华裔 他是华裔人 他也是美国籍的 双方国籍的人 他从香港回到纽约的时候 在甘乃迪机场被美国的调查局 马上逮捕 那逮捕的原因是什么 从美国的死掉的情报员的一些 笔记里面发现 他原来是一个双面碟 李振成吗 画得像这个李振成 李振成你看起来 他湿湿湿湿的 长得非常漂亮 像模特儿一样 他其实原来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 然后退休以后到香港 反而是被中方吸收 中方吸收在中国2010年到2012年 竟然把美国在香港的 12名的姓名处决掉 6名终身监禁 就是把美国在香港布局的一个 情报网破获掉了 原来就是这个李振成 他原来从美国的间谍 已经双面碟了 所以就把他抓起来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美国英国也好 还有那个中国也好 在整个香港包括我们台湾 以前从50年代到现在 香港都是所有的情报交换 已经情报人员 我们看到很多那个007的电影 不是在香港里面追杀什么 那些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是假的 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香港已经70年了 他已经在对香港熟门熟路了 包括所有东协国家 亚洲的情报中心 都是在放在香港 好 那我们回来看 其实媒体之前就曾经谈过 如果一旦武警入港 或者港版国安法一旦通过 那么CIA一定要紧急转移阵地 那CIA把他香港的阵地 转移之后最有可能放在哪里 是不是有可能放在台湾 没错 整整齐齐齐 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 它6.5公顷 花了10年 而且花台币62.8亿 你知道所有的建材 一磚一幕 都是从美国原装过来的 有人说美国在全世界的 不管是大使馆办事处 第一个堡壘在哪里 在伊拉克 做的真的是铜墙铁币固落金汤 第二个堡壘就在台湾 第二个固落金汤的堡壘 就是在台湾 你现在车子进去 你马上遇到了一些阻碍 另外它地下室不晓得挖多深 因为没有人参观过 另外它所有的什么隔音 所有的一些设备 甚至屋顶上有直升机 你有一天要逃跑的话 可以直接飞到松山机场等等 都是一些暂时 就为了要作战做准备的 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说有一天 300多名香港现在的一个 中央情报局人员 没有大厨没去 厨房疼去 只好到台湾来 好 所以台湾有没有可能成为 美国CIA在亚洲最大的谍报中心呢 好 我们几届带您来关心的是 回到产业界 带您关心的是 仁宝平正厂的轻移工 竟然出现了全体罢工抗议 这个事件到底内情如何 怎么回事 我们都会再来讨论 同时真的是祸不单行 这个时候又曝光了 仁宝的海外厂竟然有 台干虐打劳工事件 陈彦 到底是祸不单行 烏肉偏逢连雨 还是其实累积已久一次爆发 因为你知道这一次在平正 他的越南移工 800多名出来罢工抗议 那这个罢工抗议说什么 非法扣薪啊 还有我这个餐食啊 我的这个住宿条件很差 你看大家出来抗议 这是抗议现场 现场 抗议的现场 800多名的移工 好 当然仁宝有出来讲 他说什么非法扣薪啊 我扣税啊 不行吗 而且你说餐食啊住宿 这是主观 但是我要讲 如果有一两个人这样想 那我觉得可能是主观 如果全部的人都这样 而且要出来罢工 我觉得背后是不是 如仁宝讲得这么单纯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而且这是在台湾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在海外 也发生类似的事啊 对 因为我们看他在菲律宾厂 就是这个影片 如果之前你上YouTuber 你直接搜寻 就是他这个人保 然后你搜寻这个电脑这样子 既然这个影片跳出来 这个吓到台干 从会议室走出去 走到走到 你注意看 他就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员工 直接勾着脖子 拉到会议室 拉到会议室里 你注意看 有没有 拉到会议室 拉进去 当然进去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行为 看起来确实 说实在不太对吧 基本上因为说实在的 菲律宾人 其实确实不太好管理 第一个 他拿薪水隔天不上班 生日不上班 下雨天也不上班 那你说他这么浪漫 对不对 那应该很好沟通 但是因为他们民风也很飘悍 就是产生这个问题 但问题是之前你说 他们到菲律宾厂 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他做移动硬碟 做计算机 当时是为了分散风险 后来又接了这个 这个 Dyson的业务 大家就想说 这个周孔旭 就是这个 负责整个菲律宾 金宝 他是泰金宝的总经理 也是金宝的CEO 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想办法 增加我的经营绩效 他有一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 就希望这个菲律宾厂 可以回来台湾挂牌 回来台湾挂牌 所以他当时让这个台干 认股 然后45.5 当时一股是赚1.1 他当时跟大家的讲法是说 只要我们2020年 能够赚到2块4 自然而然 我们回来挂牌 70块到80块 那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到今年你看 整个获利的状况 也不理想 回来挂牌这件事 大概我看也没什么希望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整个气氛 大家也都闹得很不愉快 这个我们就不确定了 据说周总他在管理上 治军非常严 对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 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个风格 会不会传承 你看刚才那个干部 打人这种东西 对 员工是很强悍的 那周总本身 因为外传这个员工要逃跑 对 那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看起来是没有成功 那你知道这个周总 在这个金保 已经这个三十几年了 对不对 然后他有时候开会 开到直接骂人 直接摔杯子 那你知道他有多严格吗 他自己每天跑五千公尺 自己跑就算了 自己 他自己每天跑五千公尺 OK 你爱跑你跑 但是他既然也要求员工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 跑三千公尺 那不止这样子 铁血管理啊 对 叫员工跑 然后七点半还要程序 好 那不止这样就算了 那你说OK吧 好吧 但是连假日都要求干部要加班 然后就有员工把这个 这个LINE 就传出来了 你注意看 你跟大家说 8月21号 以及其他假日 周日台积干部都要进来 都要进来 假日的时候 台积干部都要来上班 那干部说什么 收到就这样还能说什么 那这个干部 这个也有台干就说 他这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也没有加班费 然后六点下班了 六点下班是不是就走了 那因为你在海外 你是不是就回宿舍 然后坐公司的交通车 对不对 好 结果六点下班时间一到 周总马上去看交通车 谁坐交通车 有没有人坐交通车 那大家不敢坐 不敢坐 怕就怕死 对不对 所以他不仅只是对 飞机的员工很严厉 他对自己台积的干部也很严厉 我不知道是因为 这种有时候累积下来的压力 是不是一种反噬 那当然因为 这么多事情的一个发生 包括六月十号的时候 菲律宾厂发生火灾 那这个火灾的发生 六月十号又发生火灾 又发生火灾 你就一件事一件事 你就觉得一件事 还没处理好 再来一条 那种感觉其实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这个火灾的发生 让它损失了 当然上百万美金 这件事的背后 其实大家就发现说 是不是管理真的有问题 你知道这个事情 整个要谈起来 我们就要回到五月多来看 你知道许盛雄 把这个新金堡的总经理 这个应该讲 新金堡就是包含金堡 包含泰金堡 康书跟凯硕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凯硕也算在里面 对 也算在里面 那当时的总经理是谁 就是沈世荣 沈世荣是谁 前女婿 她的女婿 前女婿 前女婿 对 前女婿 对 对不起 前女婿 你知道前女婿叫半子 对不对 所以她真的很照顾她 她就是全新的栽培栽培 但是栽培到最后她怎么样 她既然跟他们 这个公司的行销长叫 Jessica 我们叫她卡姐 她既然跟卡姐过重甚密 是不是潘秀宇 可能 可能有这个绯闻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匪名就算了 反正我们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她既然真的跟 许盛雄的女儿离婚了 那这样子 她就慎怒了 啪一个就把她换掉了 那换掉以后 赶快把这个 他们这个 人保几个资深附总 包括沈威昌 沈培元跟肖庆华 直接拉过来 为什么 沈威昌先接总经理 接了总经理后 叫她赶快 去这个网通事业部 处理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卡姐 当时这个网通事业部 带了一票人过来 都是合硕的 什么事情都跟她报告 所以她进去以后 先把沈威昌拉过去 沈培元再进来 负责什么 采购 肖庆华再过来 负责什么 集合 好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把卡姐给架空了 她就跟员工讲说 卡姐就是绯闻对象 潘羞羽 大家都叫她卡姐 所以我们也顺着这样讲卡姐 然后你知道架空 架空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她的会议根本就不让她参加 所以员工也发现有问题 也开始离职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背后 其实就是利用这三个人来帮她 你知道这个沈威昌 我要特别说一下 已经在仁宝二十几年 从业务出身的 你说现在新接人的 对 没错 然后这个陈培元更大有来头 她是桃园的大地主 她是桃园的大地主 而且是仁宝的大股东之外 也是金宝的董事 所以你就知道她派这三个人过来 其实就是要把整个新金宝 好好的把它稳住正脚 但是股东还是有话说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因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金宝集团 到底股价未来何去何从 是大比较担心的 对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 当然股东为什么有话说 因为最近股价不是很好 大家会觉得说 我的金宝就要往上大幅度成长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把总金你换掉 挣钱换降 这个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但她也说了一句话 她说她资源使用不当 还是资源使用过度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读 但她就说这个不好 她觉得很恶劣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对金宝的股价肯定有影响 但是很奇怪 我们看一下人保 看一下人保 对 你看人保的股价反而不会太弱 而且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人保的股价还是上扬的 所以同一集团的人保 并没有受到影响 实际上新金宝里面就金宝 但是我们叫金人保 人保不在新金宝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我们顺便先看一下 其他跟他一样的好了 比如说伪创 我们直接先看一下伪创 我们看一下伪创 那同样是伪创 当然今天表现还不错 但我们直接看 你看同样的表现 人保跟伪创的差异 刚才人保只是微服散 可是你看伪创 很强 我们讲到 不管你是笔电也好 不管是伺服器也好 他是持续的大涨 再看另外一个 他的竞争对手 之前还互告 告来告去的音业达 应业达的股价 然后今天的表现也是不错 然后你看同样的 前面的一个幅度 其实人保虽然看起来 没有受到金宝事件的拖累 其实还是有 就股价的表现相对落后 相对落后 我们再看一下鸿海 鸿海当然最近的股价 也开始有 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 前面这几天 股价也开始上升 你就会发现说还是有差 但是你说在 新金宝集团里面 难道 这个事情过后 就没有值得看的吗 有泰宝 我们刚才讲有金宝 有泰金宝这些 其实还有一个康书 康书 我们来看一下康书 康书其实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 毕竟比较小 第一个 他是独立 然后他在做的 又是这个电源工资 而且康书是 自己儿子在管 对 然后他又是做电源工资 然后未来跟整个 这个电动车 还是有很大的观点 而且他又是特斯拉概念股 又是叔叔 自己儿子在管 所以我觉得问题 比较不大 所以你看今天整个价格 爆量上来 出现一个大涨 所以会不会是在 新金宝集团里面 另外一个曙光